进入精力智能手机连线时间 来连线香港军事评论员马鼎盛 马先生您好 那在韩国媒体称火箭已经拆卸的情况下 朝鲜为何能躲过重重监视成功发射火箭呢 这是否也暴露出美日韩情报系统的短板 那个只是韩国单方面从一个角度的一种猜测 当时因为朝鲜已经宣布有麻烦 暂时推迟 所以韩国也是在这种情况下 提出一种猜测 美国和日本并没有完全相信 因为美国的卫星比韩国的探测的手段有效得多 这是一点 第二点呢 朝鲜这是两种 一种是地面发射 再一种是液体的燃料 所以这都是非常暴露的 而且它的动作都是非常大的 如果是在作战时期根本不可能逃过美国的卫星的监测 和日本的雷达的监测 是 所以这种是在作战时期根本不可能逃过美国的卫星的监测 所以这种是在作战时期根本不可能逃过美国的卫星的监测